Hello,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漫威系列电影《蜘蛛侠3》 彼得和玛丽在一起的日子十分美好,甚至想要向她求婚 但仍然没有办法抑制内心仇恨的基友 却选择了承倒她父亲的负责,成为二代绿恶魔 然后将彼得暴打了一顿,完全不听她的解释 也不管事实的真相,是不是自己的父亲误杀了自己 结果下一秒,她就磕到了头,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她会有短期失忆,不记得近期发生过的事情 果然当她醒来后,完全不记得彼得是蜘蛛侠了 两兄弟的关系也和好如初 但是,她身上的超级基因并没有消失 另一边,警方在追逐一个鱷鱼犯的时候 犯人不小心跑到了一个研究基地 这里刚好在启动一个实验项目 犯人就在这个实验中成了拥有超能力的杀人 能够随时控制沙子并与他们合体 杀人出狱后,仍然四处抢劫无恶不作 但是蜘蛛侠却怎么也伤不了她 反而她能够变成各种形态,暴打蜘蛛侠 而且警方还告诉了他们一个迟到的真相 当年杀掉彼得叔叔的,其实就是这个杀人 那个抢劫犯其实只是帮凶 知道这个消息的彼得非常生气 甚至拒绝了玛丽与他的沟通 当晚躺在床上,一种黑色的不明物体 爬上了他的床,附在了他的身上 这个东西似乎能让彼得的超能力变得更强大 经过教授的研究发现,这是一种寄生体 必须依靠宿主才能存活 教授提醒彼得,不要让他靠近自己 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害了他 当晚彼得就通过警方频道收听到了杀人的消息 犹豫过后,他穿上了那套黑色的寄生体战衣 前去大展杀人,用巨大的水柱将他冲散了 回到家后的彼得发现自己像是变了个人 脾气十分暴躁 他赶紧脱下了寄生战衣,扔进柜子里 另一边的基友想起了蜘蛛侠是自己的杀父仇人 也想起了彼得就是蜘蛛侠 他知道想要打败彼得,就要先伤他的心 于是他逼玛丽和彼得分手,否则就杀掉彼得 彼得不知道基友恢复了记忆,想要报复他 还找他出来谈心 没想到基友居然说 玛丽是因为爱上了他才跟彼得分手的 愤怒的彼得心里生根发芽 他再次穿上了寄生战衣,赶到基友家,和他大打出手 甚至残忍地炒他扔了一颗炸弹 这完全不是善良的彼得的风格 教授也对寄生体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他会放大人的特性 尤其是攻击性方面 寄生战衣不离身的彼得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变得张扬不羁十分暴力 甚至在玛丽面前勾搭别的妹子 只为了气他 还大力将玛丽推倒在地 他也发现了这样的自己很可怕 于是他在教堂顶楼,撕裂了身上的寄生战衣 没想到这个东西生命力极其顽强 立马附身到了另一个人身上 而这个人刚被坏彼得害得丢掉了工作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让彼得去死 被寄生体附身的他 也拥有了飞烟走壁的超能力 啊?毒液是你吗? 他找到了杀人联手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杀掉蜘蛛侠 于是他们绑架了玛丽 将他绑在八十层高的楼上 并向蜘蛛侠宣战 彼得没办法一个打两个 于是他去请求基友的帮助 被炸弹毁容的基友让他赶紧滚 管家却站出来告诉了他一个事实 他的父亲的确是被自己的滑翔翼所杀 是他自己杀了自己 并不是蜘蛛侠所为 基友良心发现赶到助他一臂之力 却被毒液插死 彼得发现了毒液的弱点是声波 于是他将毒液困在了钢管阵里 用炸弹把它炸成了灰 他也在最后原谅了杀人 因为他意识到 没有人能够决定别人的生死 如果人人都能献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生母的人间 基友在这场大战中不幸死亡 不过好在他成功洗白 是选择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而我们也总是能选择去做正确的事情 彼得在意识到这一切之后 重新带着自己的爱和梅姨给他的那枚戒指 找回了玛丽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整个世界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幻内容 小记得啦